印度外交官呼吁中国帮助印度抑制防疫物品的市场价格 那么中国应该提供什么才能够结大关系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晓飞 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那个领事啊 接受了南华早报的采访 说中国呢是卖了不少的这个抗疫设备 特别是滞养设备给印度 但是现在涨价了涨了一倍呢 说印度受不了 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干预 要求是供应链应该是保持持续开放的 产品价格呢应该是保持持续稳定 至于说现在中国厂上面的情况是什么 一下子这么大订货量 几万几万菜的订货量上了以后啊 我们这边呢原料啊器材成本也在上涨 实际上这个上涨呢 肯定要反映在物价上 但这个物价上涨的原因 这个领事大人好像就不管了 就说希望中国政府有能力 把出口印度的物资价格控制住 只要能控制住 中国这个决定呢一定是备受欢迎的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啊 印度在当前的情况下 需要点国际社会的援助 我们理解 需要中国提供一些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愿意去做 需求量大支付能力有限 我们也能体量 也是可以明白怎么回事 但是呢 你完全不考虑中国的利益 完全不考虑中国企业面临的困难 张口就说要求这个价格稳定不变 这好像是不算市场经济吧 而且话说回了 你要保持中国大量的供货 还要求这个市场不随行就市 您不就让中国的企业 甚至说是逼着中国政府去管住企业 让企业亏本给印度吸养吗 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该给是给的呀 但是数万台的设备 您要是不接受市场价格 恐怕是说不过去 更何况给印度提供物资的国家 可不止一个吧 你印度是不是也要求别国政府 同样干预价格呢 因为要涨价大家都在涨 为什么你只让中国限价 没有要求别的政府去限价呢 如果只要求中国政府 干预了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 是不是太厚此薄饼了吧 这还不算 印度一方面拿着中国抗疫物资 一方面感谢铃铛里边 能不提中国就不提中国 先提美国先提英国吧 这还不算印度拿着中国的抗疫物资 还干涉了中国的5G产品 竞标印度基建项目吧 这还不算边境上 印度继续要保持跟我们对峙吧 这个背景下 我们都能够不计前嫌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够意思了 而且你要我们干预 我们怎么干预 干预市场 对不起 我们中国毕竟是市场经济国家 如果说你让政府去干预价格 干预企业出口价格的话 这个国际市场能允许吗 恐怕很多国家要找中国 要找WTO吵架去了 其实中国政府能干预的东西 很多东西就算我们提供了 印度恐怕不能接受 中国抗疫成功 除了我们有大量的生产医疗设备 药材各种机器的能力以外 更主要的是 中国全民对秩序的尊重 对科学的尊重 只有这两个尊重为前提 很多抗疫的措施 依靠这样的前提才能落到实处 这不是中国给印度一点物资 一点药品就能解决问题的 毕竟不管我们给了印度多少药品 多少疫苗 多少制氧机 都架不住印度人那么喜欢过大湖节吧 几千个人聚集在一起 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 这玩意光靠给药能用吗 我们给你们制氧机 能架得住印度老百姓 那么喜欢特色的动物制品来抗疫吗 大口大口的作者 我给氧气有什么用 我们也架不住印度有些人倒卖物资吧 你说我们这儿这个出口物资 涨价涨了一倍 对不起 你自己看看你印度人手里边 拿着疫苗 拿着医疗物资被你倒腾 倒腾出多少钱来 一个半空的 甚至是全空的氧气瓶 在印度能够卖出多少酱 你这么大一个无底洞 还指望中国用制氧设备往里填 我们怎么填呢 所以真要是想要中国政府进行有效的干预 恐怕要干预的不是中国国内的市场 真正需要干预的主要是印度国内的问题 至于说什么社会结构 中心制度啊文化教育啊反制啊 这种长短的事咱们就不说了 要改变印度人喜欢做牛治病的习惯 那没几十年做不到 我们先说短期的 印度当前的抗疫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社会治安是工作效率是遵守纪律 是从上级领导到底下这个群众全民的责任感和大局感 敢问印度老百姓里边具备了哪个条件 而且最关键的是中国在抗疫过程中 从上级到党组织下边一直到居委会发挥多少作用啊 参与的那些个医护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那个拼命的镜头 你印度拿得出来吗 当年武汉火神山医院建造的时候 当年我们这个施工做树养设备的时候 我们的工人属于是不把自个儿累趴下 坚决不下火线的 你印度有多少工人能做这样的事情 这些中国都干预不了啊 而且就算让我们干预 我们也不干 毕竟那都是您印度的内政 我们中国一向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 印度人民自个儿选的路 只能靠印度人民自个儿走下去 除非像中国一样进行一个深入的社会改革 起码每个城市里边 你得多两个党委书记吧 好 关于印度领事馆的要求 我们能不能满足 今天就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